在1912年4月16日的晚上 世界最著名的游轮 铁达尼号沉默在了大海中央 这艘巨型豪华游轮 在首航期间 装上了一座冰山 造成大约1500名乘客于南 然而在那发生 至今已有100多年了 但铁达尼号的故事 仍有许多疑点 和不为人知的秘密 为了揭开谜底 我们得全程追踪 这时候游轮从建造到事故的发生 甚至更早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铁达尼号的建造 铁达尼号是一艘壮观的巨轮 当时共有15000名工人 参与了建造 它建造耗时超过两年半 可想而知 建造一艘能容纳3500人的船 是一项超级大工程 因此 它也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交通工具 铁达尼号上有8个甲板 对当时来说 胜利而不起的了 另外 建造使用了超过300万颗钢铁流丁 大多数是游轮工制造和安装 光是零件 就重达1200吨 而且十分耐用 贝尔法斯特是英国北埃尔兰的最大海港 由铁达尼号就在贝尔法斯特的一间造船厂组装的 由于这艘船过于巨大 让它下水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首先要拆除脚手架 然后把船的重量转移到液压杆上 再移除底部的支撑架 然后给船 安装上木轨 最后一步 是给下水滑到 彻底润滑 非常的彻底 因为总共使用了23吨的机油 鱼油和肥皂液 才让这艘巨轮顺利下水 铁达尼号不仅大 而且乘客待在上面十分安全 设计师给船设计了双层底板 船层被分割成16个防水的隔间 15块隔板交叉式的安装 隔板用钢板制成 有柳丁连接 而且还用到树枝来紧密封装 总体来说 铁达尼号是不意下沉的 但不幸的是 悲剧还是发生的 望远镜 铁达尼号的首航 是从英国南安普顿港 至美国纽约港 尽管邮轮的首次出航准备充足 但船上竟然没有望远镜 在这么大的浩瀚大海航行 不带望远镜怎么行呢 事实上 船上是配有望远镜的 此次发生了意外 一名叫做David Blake的船员 本应登船 但在最后的时刻 只会被临时替换 David Blake却忘了把望远镜 柜子的钥匙交给船手 人们相信望远镜的缺失 是此次灾难的原因之一 因为如果有望远镜 就可以早点发现它冰山 因此在首航期间 船员们无法打开柜子 取出望远镜 而一直都没有使用望远镜 所以才导致重症冰山 致死1517人消散 Frederick Fred 是当时铁达尼号的疗望员 1912年4月14日 他是第一个在铁达尼号 看见冰山的人 他撬响了警钟 并以电话通知船长 冰山就在正前方 Frederick Fred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周证说 如果他和另一位两望远 有送通望远镜的话 本可以早点看到冰山 虽然他在这场灾难活下来了 但在从灾难中 身婚后的生活中 Frederick Fred 患有严重的犹豫症 因此在1965年1月 自杀身亡 无线电操作员 沉船事故 发生在1912年4月14日的晚上 如今 人们复原了当天所发生的事情 比如其他的邮轮 惩罚电报给铁达尼号知道 他的航线上有很多冰山 但铁达尼号的船员 忽略了这些警告 但据说 也有可能是警告消息 并没有传到船上 为什么呢 原因既简单又可悲 铁达尼号的无线电操作员 并不是船员 他们的主要职业 是为富有的乘客发送电报 和接受陆地上的新闻消息 然后发表在轮船的报纸上 因此天气和冰山的消息 跟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 铁达尼号搭载了许多有钱的乘客 其中一位 叫Margaret Brown 后人把她成为真正的铁达尼号的女主角 她是一位十分富有的女性 她经常做慈善 还为女权做斗争 她购买铁达尼号的船票 是因为她要到纽约去探望生病的孙子 但船撞上冰山时 这位坚强的女士 并没有陷入恐慌 她还帮助他人 登上救生艇 她甚至还想让在救生艇的人们 一起回到船上 就更多的人 但救生艇的人不愿意 他们登上救援邮轮后 她仍然十分积极 她把必需品都给了幸存者 同时安抚他们 只要所有铁达尼号生患者 都找到朋友 家人获得到医疗和紧急援助后 且下船 等待沉默的商人 另一位著名的乘客 是商人Benjamin Guggenheim 铁达尼号撞上冰山后 她让伴侣坐上救生艇 并告诉她 他们很快就会再相见 轮船只需要简单修理就好 其实那个时候 她已经甚至希望渺茫了 Benjamin Guggenheim和船员 一起帮忙疏散妇女和儿童 之后她回到房间 换上了碗礼服 船要沉了 还要换衣服 这太奇怪了对吧 随后 她来到中央大厅桌下 喝起威士忌 有人叫她赶紧逃跑 她却回答 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算死 也要像个省事那样 她最终随传沉默 尸体也从未寻获 铁达尼号撞击到冰山 开始沉默之后 岳队成员开始周岳 与暗佛正厅中的乘客 许多幸存者称 列队一直演奏到最后一刻 他们在船上坚持演奏 以安抚乘客 眼看着船铁 倾斜得越来越严重 阅队领队 我认是Henry Harley 不得不解散阅队 让他们各自逃命 而自己 只选择留在原地 但队友却没有贪神怕死 而抛弃领队 他们仍继续演奏 那所著名的渔主更清净 最后 船员随船沉默 他们既以其无畏的举动 得到人们的认可 冰山的照片 导致沉船的冰山 其实曾经被拍摄到 1912年4月15日的早上 一位不知名的摄影师 用相机拍摄到了一座巨型冰山 但怎么确定 铁达尼号装的就是这座冰山呢 尽管是黑白照片 但还是能看到 冰山上的身身部分 事实上 这是泵撞过后留下的红摄影机 拍卖 在南过后 人们纷纷哀悼 同时意识到 与铁达尼号相关的物品非常值钱 比如一张会使用的铁达尼号露传票 在伦敦的一场拍卖会上 以56300美元拍走 船上一张有40道菜的菜单 在纽约 被以31300美元买走 另一张类似的菜单 在伦敦以76000银帮卖出 刚刚提过的望远镜柜子的钥匙 最终也以54000银帮价格被拍走 铁达尼号电影 对铁达尼号的导演 Cameron来说 潜水造访铁达尼号残骸 才是最主要的目的 拍电影只是顺到为止 为了拍摄沉船残骸的画面 放在电影里 他们发明了一套独特的学校摄像系统 而导演Cameron 则坐船下潜到铁达尼号 多达12次 铁达尼号事件本身就很著名 但Cameron的电影 使其世纪文明 当时电影有很大一笔预算 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票房在1997年 就高达21亿 8746万3944美元 在2012年4月5日 也是沉船事故的100周年 铁达尼号上映3D 和爱卖3D版 2017年 该电影入选美国国宝影片 铁达尼号电影的男主角 让Cameron名利双手的电影主人公 Jack Dawson 是由Leonardo所办业 其实这位主人公Jack Dawson 却有欺人 当然 他长得跟Leonardo不一样 命运也跟Jack 也有所不同 这位Jack Dawson 的原型人物叫Joseph Dawson 是铁达尼号上 的一名师卢工 他也在事故中遇难 多年来 他只是众多死难者之一 直到Cameron的电影上映 虽然 Cameron声称这个名字是编造的 但许多粉丝 还是回去这位真正的 Dawson的目的探访 一部小说 竟然在14年前 预演到了铁达尼号的沉默 1898年 英国作家 Morgan Robertson 写了一本名叫 《徒劳无功》的小说 小说写了一首 号称有部沉默的豪华巨轮 另外铁达号 从英国首航 向大洋彼岸的美国 这是人类航海时尚空权极大 也是最豪华的客轮 船上装备了当时 历史难极的一切华贵设施 满船装载的都是有钱的乘客 人们在这巨轮上 尽情地享受着 但是 这首巨轮首次出航 就在途中撞上冰山 悲惨的沉默 许多乘客 葬身海底 谁也没有料到 这本小说中写的故事 进城的14年后 不幸的是现实 1912年4月15日夜间 当时最大的豪华客轮 铁达尼号 因中山冰山而沉默 悲剧发生后 有人想起这篇小说 发现除了船的名字 几乎相同外 两者还有众多德基奇 相似之处 然而 Morgan Robertson 否认自己有潮能力 但是读者们并不买账 今天的铁达尼号 如今铁达尼号的残骸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立为文化遗产 但它是沉川等了100年 才拿到这个头衔 因此现在铁达尼号 正式受到保护 法律上禁止打扰 铁达尼号的物品 当纪念品 在海水和海洋生物的影响下 这时候游轮的残骸 在大洋底部 一点点的被腐蚀 2009年 最后一名生还者也去世了 然而事故当年 妙异达尼 只有两个月大 但最终她活到了97岁 遗憾的是 虽然她是最后一名幸存者 但她一点也记不得 铁达尼号的事了 毕竟 那时她才两个月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ith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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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